在接下来的六周呢,我要跟你一起进行一个减脂大计划 哈喽大家好,我是甲范天娇,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 也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在接下来的六周呢,将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其实呢,我是最知道自己是怎么胖起来的了 在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从自己体重最轻的一个数字,一下子长了15斤的体重 因为有两点原因吧 第一点原因呢,确实是因为我在去年大概两三个月这个时间之内呢 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其实有拍一支视频,大概有讲到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链接也会放到下面的信息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点击查看一下 也有助于你更了解我 所以在第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跟芝加哥的警察公寓里面还有学校帮我找的律师 差不多得前前后后打了两个月的持久战 我的心理压力基本算是已经崩盘的状态了 所以在今天寒假的时候我回国,然后跟我的家人大概待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也发了一个微博 我跟大家说,不要纠结于外表 如果你这个时候跟家人待在一起就尽情的享受美食 二月份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减肥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让自己吃胖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减肥实在是太简单了 今天呢我想主要的介绍一下我这个六周的减脂计划要怎么安排 还有我接下来的第一周具体要安排什么事情 我把接下来的六周时间呢分为了一三二的一个分区 如果你之前有看我那一支减肥的分享视频的话 其实你就发现了我把减肥的这三个步骤分为了睡眠 饮食最后才是运动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六周减脂计划里面的一三二 也会是这样子分配 我在接下来的六周之内呢 会至少每个星期传一支视频来分享我的成果 同时呢我在去年暑假的时候也考出来了运动营养师 还有健身教练的资格证 我呢这次回国也把当时我被考的书籍都带过来了 所以除了一些成果分享 然后咱们可以互相激励之外呢 我也想在我这个系列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营养学呀 或者是健身的基础小知识 因为我觉得健康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减肥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并不是只要做到这六周就可以的 所以我更想告诉大家 在这六周结束之后呢 依然能把这个健康的习惯保持下去 所以接下来的七天 也就是我要完成的第一个小目标呢 就是关于睡眠 其实睡眠的话 大家都是老生常谈 谁都知道不要熬夜 但是如果真的坚持一个星期不熬夜 规律作息到底对咱们的生活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 其实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表格 我可以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表格 然后我之后会把这个表格呢 放到这个视频的信息栏 大家到时候可以在家里面下载打印 我在下一周的主要目标就是睡眠 如何调整睡眠 或者说如何让自己的作息达到一个规律的效果 我给大家很详细的在这个表格上面都有一个划分 来给自己做一个跟踪记录 这个表格里面呢 设置了一些可以大家自我评估的选项 其中呢 一个就是每一天是几天起的床 然后当天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然后当天对食物的欲望 就是会不会嘴馋呀 或者说吃饱了 还会不会再去想去吃零食 然后当天的精神状态 就是除了工作效率之外 在课余时间或者是下班的时间 自己的精神状态如何 然后下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会跟熬夜息息相关的 就是关于排便的情况 其实大家如果有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知道如果当天熬夜了的话 第二天多多少少就会出现一些便秘的状况 所以我也把这一条设计到这个表格里面 我这个表格的自我评估方式呢 非常简单 如果你觉得当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的话 就直接在这五个小框里面都打上钩 或者是用那种荧光笔 把这五项全都画满 帮助自己来跟踪自己变化状况 只是因为作息的调整或者是改变 然后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些精神状况啊 自己的食欲啊 到底受了多大的影响 相当于是一个自我监督的形式 并且呢也在一周结束之后 回顾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也会积累出来非常多的成就感 以此来推动大家进行第二周的一个减脂计划 所以呢我在表格的接下来的一个划分呢 就是写了一个一周后的变化 一周后是否可以规律作息了 然后是不是不再嘴馋想吃零食了 工作效率是否提高了 然后是不是可以规律排便了等等 嗯其实呢熬夜的话会对自己的身体激素分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尤其是不规律的作息 其实就是引发暴食的主要原因 第一周大家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嗯也不需要关注饮食和运动 咱们一步一步来 减肥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一个最大的目标 但是如果要执行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要把这一个目标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万事开头难吧 嗯不要着急一定要有耐心 总而言之呢我会把这一张表格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在家下载然后打印出来 之后每一周的第一天呢 我也会以这样视频的形式 然后把这个表格放在我的视频下方链接 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大家下载 然后打印 我自己想的是在六周之后呢 通过这六张纸 然后再通过自己身材的一个变化 相当于在获得了成功的喜悦的同时呢 也有一个记录来回顾自己在这六个星期的整个剪纸过程 我觉得会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 每一天都会更新我当天的状态 无论是减肥成果 还是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我当天的一个精神状态 在接下来的一周呢 咱们一起把睡眠这一项听上去很简单 但其实只要把这一项简单的内容完成 在今后之后的一个五周的减肥过程中 真的就会非常轻松了 因为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胖瘦美丑是没有标准的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 如何健康的生活 甚至说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 达到一个减脂的目的呢 接下来的六周 咱们一起吧 啊对了 在视频结束之前 其实呢 我一直都想找一个 可以大家一起打卡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在微信上面的话 我之前有试过 但是每一次申请加入操作起来的话 实在是太困难了 而且加入的人数也有限 如果你知道任何的平台 有这样可以大家一起打卡的功能的话 一定要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 真的就可以做到更多人互相激励 或许在这个平台 大家还能互相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如果你也决定在这六周时间跟我一起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我就能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咱们下周见 现在芝加哥有零下五十度 所以我们学校停课了两天 我用这个时间呢 读完了一本关于讲深度睡眠的书 所以呢 我到时候也想在下一支影片的时候 把我的读书笔记呀 还有一些我从书中得到的知识 然后跟大家分享出来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这个方法 真的是睡得特别的香 所以如果你也经常睡不好 甚至是深受一些失眠的困扰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支视频